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8月4日至8月8日这里将举行2024拉萨雪顿进口商品展览会 据了解呢 此次有来自29个国家三个地区的展商来参展 那么里面究竟是什么样呢 小心带你去逛逛吧 这边是馆内正在举办的进口商品展览会 馆内设置尼泊尔 塞尔维亚 马来西亚 泰国 蒙湖五个主题馆 以及279个国际标准展位 展出面积达8000平方米 展销产品涵盖工艺品 消费品 食饮品 家居文创 服饰等1000余种 这是来自越南的城乡 闻起来有一股很淡的甘草味 这边还好坏 这边都很坏 这边都很坏 小新在逛的时候发现还有不少来自中国港澳台的企业引力参与展规 其中台湾的古老手绘陶艺 黑彩窑首次亮相拉萨 复杂精美的工艺 加上新颖细腻的绘画 引来众多市民观赏选购 展上藏人命告诉小新 借此展会活动来到西藏 不仅能销售特色的商品 还能感受一下高海拔不同的风土人情 本次来到西藏以后就觉得西藏的风景很美啊 然后西藏的人民也很热情 特别特别热情 对于我们也很关照 那么昨天的时候我们也有去大昭寺 有拍丈夫的写真 有祖国的大好和珊 对于我们来讲真的就很美 展会现场来自拉萨及周边地区的民众热情高涨 大家在各个摊位前留连驻足 购买自己心仪的商品 在这里逛了一圈之后呢 小新也逃到了自己心仪的商品 就是这件土耳其手绘陶瓷小碗 在这里即便是不购物 来逛一圈大宝眼服也是不错的 据了解此次进口商品展览会 是西藏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进口展 2024拉萨雪顿进口商品展览会 对拉萨打造面向南亚开放中心城市 推进外贸加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拉萨市积极畅通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打造了开放 融合 共享的进口商品展示 交易 沟通平台 以展新贸 与贸促展 构建拉萨外贸发展新优势 让雪域古城成为投资新业 对外开放的热土 感谢明镇淌解雅